我给你说太恐怖了 我当时就在医术馆附近转悠 突然听到哭声音正当我走近您看 我就莫名其妙地晕倒了 醒来后我发现我的蛋壁全部被转走了 自己啥都没有了 真的吗 这么恐怖啊 我还是离那个地方远点吧 你听马鼠在那里瞎吹 还能转走你的蛋壁 你能有几个蛋壁啊 哼想象力太丰富了 那他为啥不卷走我的呢 师傅 我说的是真的 你可千万不要去医术馆 这个月好几个蛋都中招了 可怕得很 哼哼 你师傅我还怕这啊 一天天的不要乱散步谣言啊 随你吧 你可不要中招哦 嗯 奇怪 不知不觉间走到这里了 艺术馆 还什么哭声 我都要看看 我可还真有哭声 声音好像是源自这里吧 嗯 这是 闪电阿蠢 稀罕皮肤啊 哼 这有什么稀罕的 刀头来 总究是懒皮肤 哼 这叫什么话 不是 话说你为啥在这里哭啊 这个艺术馆里 有我好朋友生前送的一幅画 结果我被坏人骗了 把他的画卖给了艺术馆 那个坏人也跑掉了 哼 那这没办法了 不过你可以数回来 哪有那么容易 现在这幅画有五千赞币 我就数不起啊 哎呦 那你确实挺惨的 对啊 像我这阿蠢皮肤 还有一些制真品 穿上它们有啥用 还不如送别人呢 哇塞 你居然有这么多皮肤 那这样 把阿蠢送我呗 我呢 也不白嫖 五千赞币 我给你 咱俩直接互换 怎么样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啊 我可以把皮肤送给别人 让其他蛋拿单币和我互换 没准还可以换个高价钱呢 哎 那啥 我觉得我就可以 我身上一共有七千赞币呢 和你换绝对不亏 而且你不快点熟的话 就可能被别人买走了 你说的对 还好由你提醒我 你真的太心善了 而且蛋还长得聪慧 我要是由你这样的朋友 肯定开心机了 哎呀 净说大实话 蛋币给你了 这下 你就可以赎回你朋友的话了 真的太感谢了 等我赎回朋友的话 立马把皮肤送你 不但如此 我得多送你个大机甲 你真的是难得一见的好人啊 嘿嘿 被你夸着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快去赎回你朋友的话吧 不然就要被其他蛋买走了 好 谢谢你哦 那你记得一定要等我 我马上就回来 嘿嘿 这下是亡了 七千蛋币一个阿蠢 赚麻了呀 家蛋们 one hour later 怎么还不出来啊 哎 你好 请问看到有一个阿蠢 在数自己朋友的话吗 啊 你傻了吧 这里的话 都是一些作者参赛的 优质画作 数什么数啊 什么 我靠 我没听见了 我跟你们讲啊 当时我就在 这个艺术馆附近 突然听到神秘哭声 正当我走近一看 我就莫名其妙地晕倒了 醒来后 就发现我的蛋皮都被赚走了 卧槽 臭师傅 谁让你不听我话呢 让你别来这里 非要来 这下单兵没了吧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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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